ok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比较特别的这个 看下天空 ok 现在看到这个天空的话 这个是我们讲是热晕 所以是有这个光的这个折射产生的 所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圈的太阳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单元5 光的特性 那么我们这个是四年级科学这一个单元 那么讲到这个光的反射和折射 那么这个是比较 对你来讲是一个额外的知识 那么这个叫热晕 所以我们看这个热晕 看那个现象它也是叫做圆红 那么它是一种大气光学的这个现象来的 所以它是怎样形成的 ok 其实太阳的光是通过这个卷层云 我们讲这个是卷层云就是白色透明 均匀的这个云的时候 那么受到这个冰晶的折射或反射而形成的 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做冰晶 它是在这边里面的在这个卷层云里面 那么云是其实很多种 那么如果那些研究气象的 那么他们会知道 啊云是很多种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个卷层云 那么你又想象这个 啊所谓的这个冰晶呢 就是在这边里面 所以当光线射入这个卷层云中的这个冰晶后 经过两次这个折射哦 分散成不同方向的各色光哦 所以这个哦 那么人类看到是这样的哦 那么这个就是太阳 那么它的阳光呢 这边呢就是这个卷层云了哦 那么卷层云里面呢是有这个我们讲冰晶哦 那么这边只有展示四个罢了哦 那么给你知道 其实它是有两次的这一个折射哦 这边一次 这边第二次 然后所有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折射聚集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圆形这样的东西哦 那么它还是有很多种啊角度哦 那么这个刚好是讲到22度了哦 所以呢这个就是啊 啊我们讲图像画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哦 所以它到底跟这个彩虹什么分别呢 那么彩虹跟热晶的分别就是 如果你看到这个彩虹呢 那么彩虹可能比较容易看到哦 那么彩虹就是这个水分啊 如果你看到形状的话 这个像球体这样哦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有好像这个啊 六角形样哦 所以呢它好像啊类似这样的哦 你看它的形状的好像六角形样哦 所以那么彩虹呢就是经过这个两个折射 还有多一个反射哦 所以刚好这一个是没有反射 它直接射入这个人类的眼睛哦 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这个讲解罢了哦 所以呢这个是啊四年级科学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光的特性哦 讲到这个光的反射和特色哦 那么老师在讲完了这个 大略的讲完了这个热晶的这个现象哦 别忘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